1.被鬼附身的程度 鬼附身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肉眼所看到的跟事实不同。 在七年多细细的研究当中,S.S.R.F.遇到过许多不同类型的附身,这意味着对被鬼附身的人多种多样的症状和影响。 对于不同程度的附身来讲,没有一个简单的解释。 因为分析附身的类型时,有许多的方式和小细节。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会尽可能地跟你们分享对鬼附身的一些观点以及相应的小细节。 通过第六感,微妙视觉,我们研究了上千的附身粒子,才收集了该信息。 我们的一些成员确实能看到鬼附身于一个人。 而且,有些能接到宇宙的新和智的成员能够理解附身更深层次的原因和鬼的意图。 从普通的人的角度来讲,很重要的一点是,几乎所有人类在某种程度被鬼附、恶鬼、魔鬼、负能量等所影响。 但是一个更严重的事实,通过灵性研究而发现,是在现在直到2025年,三战之后,世界30%的人会被鬼、恶鬼、魔鬼、负能量等附身。 这意味着读此文章的十个人当中,三个被鬼附身,五个被鬼影响,而才两个没有被影响。 请参考我们的文章,世界人口被鬼影响的比例。 二、附身的程度,根据谁能察觉到这个现行。 我们现在要看所需要的低流感能力或微妙察觉能力,才能认识到不同程度的附身,而分别附身的,不同程度。 轻度附身 在这种附身当中,连一个普通人能通过自己的智力和对鬼附身的基本了解,来观察一个人的行为异常,就知道被附身的人有些不对劲。 被附身的人的行为不正常,里面的鬼大多已经现行了,这些行为可能偏离了他经常的行为。 比如一个温顺的人大爆发,千丝底里的大笑,胡言乱语等等。 如果在用灵性疗法的时候,一个人的症状有些缓解,那么我们也可以在智力上认识到是因为鬼附身。 例如,一个人到寺庙或教堂的时候,或者喝,洒受水的时候,他的异常行为停下来。 一名心理医生在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一般会把他指定为精神病或另一个心理障碍。 请参考,为什么上面的图片周围有保护边界? 中度附身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需要更高的第六感能力,才能识别出那个人是否被附身。 做这个诊断的人的灵性指评大概要在50%到70%,这里的症状和迹象要微妙得多。 这种附身一般是隐性附身,不过不是每次这样,一个人可能会完全现行的,却很平静并不切入任何迹象。 严重附身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圣人能够诊断一个人是否被附身。 如果是高等级的鬼,那么只有最高阶的圣人才能确定一个人被附身。 三 是否能够说服现行的鬼对于附身的程度。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看一个灵性水平普通的人, 有多少能让一个被附身而现行的人平静下来。 从此,我们会分出附身的不同程度。 在轻度附身的情况下, 连一个灵性水平普通的人能跟现行的人即是鬼, 说话而完全让他平静下来。 在中度附身的情况下, 灵性水平普通的人的成功率有限。 当附身很严重的时候, 灵性水平普通的人不能够让现行的人平静下来。 四 治疗师所需要的灵性水平来驱除鬼对于附身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看一名灵性治疗师所需要的灵性水平, 才能治愈被附身的人,来判断附身的程度。 轻度附身, 一名灵性水平50%的灵性治疗师,能治愈被附身的人。 中度附身, 需要一名灵性水平70%的灵性治疗师,才能治愈被附身的人。 严重附身, 需要一名灵性水平高于70%的灵性治疗师,才能治愈被附身的人。 五 鬼有多少的控制对于附身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要看一个鬼, 恶魔, 魔鬼, 负能量等, 有多在控制被附身的人的心理和智力, 来看附身的程度。 简而言之, 会有多少跟那个人的意识合并了? 轻度附身, 鬼对被附身的人的控制在25%。 中度附身, 鬼对那个人的控制在50%的程度。 严重附身, 鬼对被附身的人的控制在75%的程度。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